修傑凱24日 超帥現身酒莊代言活動 透露自己平常就喜歡 跟老婆一起小酌 所以啦 大家都很示好奇他酒瓶的部分 我跟你們說 我真的是一個喝完酒 史上最無聊的人 我真的超無聊 我就會開始整理房間 就是站起來開始收東西 那來我家喝酒 可以 我很無聊 然後我就會開始變得 可能會比較愛講話 多一點點 就那麼多一點點 然後超正常的 完全看不出來 所以酒品算還蠻好的 極好 我只能用極好來形容 所以公司的人也不喜歡跟我喝酒 因為很無聊 我會開始說教 紅酒現在就是 就穿得比較火辣一點 真的齁 你們覺得你們勸勸他吧 我常常也提醒他 我都在下面都有留言 但他都哈哈哈帶過 我都不知道該說什麼 我不會說腳 我只會說 欸這個真的太誇張了吧 欸不好看啊 然後就說要你管 你剛剛說不好看啊 我有時候會 有時候會 畢竟我是教官的 對不對 所以媽媽也不會唸他之類的嗎 下次你看到他 再問他 我是有看到他表情 有些許變化 那如果下次和母女這樣子一起 很火辣的放在哪裡 我先帶你來出國走走 這位人夫人婦真的太心累了 而收到日前剛落幕的金鐘獎 他也有話要說 我記得最有意思的一趴是 柏傑跟悠悠那個 迷你劇集男主角 對 因為 我們有在私底下的群組 就是說他們兩個如果上台 一定要表現一個什麼 但是數不知 就我們等了一個晚上 沒有看到他們上台 滑燈都沒有等 你自己回去 對啊 全槓 聽說辛如蚵還是會繼續拍嘛 對 我們就繼續努力